你吃什么 点开那个 哈喽哈喽大家好 今天我们来介绍这一支 上一次被捧到很高很高 期待着拉得非常高的 叫黄新宝外脖子酒 首先这个包装 我要和它一个方向 这个酒瓶啊 它设计的时候 像不像迎风而长的葡萄藤 哦真的哦 设计理念上就是那种 坚韧不拔的那种精神 这酒瓶它是唯一一个 允许用这个形状的酒瓶的 在市面上 你们不会再找到第二支外脖子 哦 对 行 那咱们先喝起来 看你这个小心翼翼的样子 我们就是必须得吐槽一下 真的 就出土文物的 设计真的是 就很令人费解 但是 就你面上看 以为是黑色磨砂的那种 很有质感 但是然而一摸一手的灰 它是真材实料的灰 这个酒不需要醒吗 通常会建议醒半个小时左右 可能会更好一些 你闻到了些啥 红果奶油香 对 它其实就是Red Foods的 丹尼喝也还挺重的 丹尼喝也挺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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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它是属于 medium acidity的一个酒 它是full body 是full body 对 就是所有的tasting notes里面 就大家口感来说 它是一个 而且有些人说它是very full body 因为它什么都没有很突出 可能就是所谓的well health balance 对 是不是啊 就是因为 就是任何一项是突出的 对 它就是号称非常balance consistent的 就是因为它其实是个混酿 它混酿的话 它会每一年都会把之前的酒 适当的加写 就总而言之 老汤 就是对 就是那种 它是要调配的 它是要保证这个出品 非常一致的一个口味出品 教皇心宝这个区 它的特殊之处呢 是在于其他区的混酿 可能有些就是两到三种的葡萄 它是有些是甚至可以达到 十三种的葡萄混酿 它是把混酿做到了极致 教皇心宝那个区 是在法国南部 它是法国第一个平级上AOC的产区 还蛮厉害的 它以前就是个小村庄 然后14世纪开始 教皇去到它那个村庄 然后慢慢好就变成它 历任教皇的夏日行宫 最后就命名为教皇的心宝 这里推行酿酒 然后葡萄种植 这是一个沾眼的宗教气息的酒 对 留意一下教皇心宝 它所有的出产 它的那个标志 两个叉 加一个教皇的皇冠 所以它这个里面是混了几种葡萄 四种 葛海纳80%左右 希拉10% 还有穆河怀特5%和神索 我们葛海纳和希拉上次大概有介绍过 那我刚刚说的穆河怀特呢 它其实是非常龙烈的 黑蒲的果味和丹宁酸 在西班牙它是用来酿制非常优质的 烈性葡萄酒的主力 葡萄我们还没介绍过的 5%的神索 法国最古老的酿酒葡萄之一 它都是用来酿洛西的 歪脖子 它是世界上销量最好的一只教皇心宝 叫酒 对 这个酒庄它并不是说顶级妆 那你会回购吗 special education 就是朋友聚会的时候 就它其实 要到这个价钱是因为它首先 它这个酒庄 hand harvest 首选葡萄 瓦梗 都是人工出来的 它全是人工 它不是一个机器化的一个作业 就它喝完的感觉就是这样 就是在嘴里没有留下任何的感觉 毕竟我是看颜值的人 我是眼狗 所以我一定会回购的 我们这个主题我们是测评吗 我们会不会推荐 我会推荐的 就凭这个瓶子 就不关你们味怎么样吧 就凭这个瓶子 我一定会会推荐的 而且再加上你刚刚说的 它有坚毅的品格 但是我应该不会买给一类人 什么 我不会买给洁癖的 或者是出国座 会把他们逼疯的 因为太脏了 这个瓶子 对 就是其实很多人吐槽的点 就是为什么要弄这么脏 我提一下它的那个标题 它叫 Lafoy Dupay 其实这就是教皇的小瓶子 这是个小瓶子 它当时 哦 这所谓的大瓶有多大的 我好奇 教皇的大瓶子 对 其实说到教皇 葡萄酒在 其实其实就是什么叫仪式的 其实他们本来就是一个祭祀用的东西 就是什么 说是耶稣的 血 对啊 面包是耶稣的 肉 对啊 可见可以尝试一下 Well balanced的 对 而且国内是一定能买到的 对 下一期就是那一个 个性张扬的 Bling Bling 哦对 好 请期待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